迷云之中 第一章 毕业的失落 齐天生刚从大学毕业 心中充满了期待和憧憬 可是 现实却给了他一记重疾 求职的日子过得相当艰辛 他投递了无数份简历 却始终的不到任何回音 直到有一天 他接到了一条神秘的音频短信 亲爱的齐天生 我们曾邀您加入物影科技 年薪八十万 职位 技术顾问 这样的待遇让他惊讶不已 并且瞬间让他心中的失落烟消云散 可随之而来的 却是他对这家公司越来越深的疑惑 第二章 神秘的公司 物影科技位于城市的边缘 环境清幽 却透着一股神秘的气息 入职后 他被分配到一个小团队 负责研究一项名为幻境的新技术 团队的成员都显得格外低调 对工作充满热情 却又不愿多谈自己 这里的工作真的这么神秘吗 齐天生忍不住问 一位名叫李海的同事冷冷一笑 这是一个关于真实与幻境之间的探索 外人无法理解 第三章 离奇的事件 入职后不久 齐天生便开始经历一些奇怪的事情 首先 他在公司里发现了一个封闭的房间 门口贴着静止入内的标志 每当他路过这个房间时 总会听到里面传来低语声和急促的敲击声 让他感到心慌 更奇怪的是 齐天生在工作时经常收到一封无法解释的邮件 内容是一些模糊的数据和隐晦的提示 这让他越来越怀疑 这家公司究竟在隐藏什么 第四章 追寻真相 某个夜晚 齐天生决定偷偷进入那个封闭的房间 他打开门 却发现里面竟是一个充满各种设备的实验室 正中间是一台巨大的机器 上面闪烁着神秘的光芒 他试着靠近机器 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了回来 耳边响起一声低沉的警告 不要靠近 这到底是什么 齐天生心中充满了疑惑与恐惧 第五章 逃避与无奈 随着工作的深入 齐天生感到自己越来越难以承受这份工作带来的压力 他的同事开始一个个消失 原本热情的团队变得阴郁 大家都变得沉默不语 这些奇怪的现象让他开始怀疑 这家公司背后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你真的要继续留在这里吗 李海在一次聚会上对他说 这里的事情越深入就越危险 齐天生心中矛盾重重 然而 他却无法轻易放弃这份高薪工作 第六章 恐惧的深渊 不久后 齐天生收到了一封来自神秘人的邮件 邮件中提到了一个名为梦境实验的计划 这让他毛骨悚然 这个计划似乎与他们的研究有关 但具体内容却隐晦难解 一晚 齐天生做了一个梦 梦中他看到了无数个自我的影像 每一个都在不同的情境中挣扎 痛苦 当他惊醒时 心中已然充满了恐惧与无助 第七章 选择的抉择 面对层出不穷的怪事 齐天生决定寻找真相 他开始寻找那些曾经在物影科技工作的人的联系方式 试图了解更多情况 经过一番努力 他联系上了一名名叫张宇的前员工 张宇告诉他 我们研究的东西并不只是技术 而是一种将灵魂与意识结合的实验 这家公司根本没有善意 你越是深入就越危险 我该怎么办 齐天生焦急的问 离开 赶快离开 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在被无形的力量操控 张宇语气严肃 第八章 黑暗中的逃离 在张宇的指导下 齐天生决定尽快逃离物影科技 然而 事情却并不如他所愿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前一天 神秘的事情再次发生 他在公司里的电脑上发现了一段录像 录像中是一名研究者在实验室里进行一项名为灵魂转移的危险实验 画面中 他们将一名失踪的同事带进了机器 随后传来一声凄厉的尖叫 画面瞬间黑平 齐天生心中一阵 这些事情的真相已经逐渐浮出水面 然而他却无法回头 第九章 最后的挣扎 齐天生决定在公司举行一场自我揭露的会议 将自己所知道的真相告诉所有的同事 他希望能够唤醒他们的意识 让大家一起逃离这个黑暗的地方 我们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这家公司正在进行着危险的实验 我们必须行动 齐天生在会议上呼喊 然而 他的话语却遭到了冷漠的回应 许多同事都显得麻木不仁 似乎被某种力量所控制 第十章 背叛与独行 就在齐天生感到无助之际 李海却突然站起来 对他冷冷一笑 你真的以为自己能逃出这里吗 这里的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我们早已无法逆转 齐天生的心中充满了惊恶 他原以为李海是可以信任的朋友 却没想到他也是这个阴谋的一部分 我们无法逃避命运 李海的话语像一把利刃 刺穿了齐天生的心 第十一章 黑暗的回旋 在李海的威胁下 齐天生决定孤身一人逃离这个地方 他拼命寻找出口 却发现整个公司的走廊仿佛在不停的变化 让他感到无法寻找到出口的绝望 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 他再次回到了那个封闭的房间 心中突然闪过一丝灵光 也许这里面藏着逃出去的秘密 第十二章 真相的深渊 齐天生再次进入房间 却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 机器的运行显示屏上闪烁着他的名字 周围的资料显示着他的各种信息 包括他的情绪变化和梦境记录 这究竟是什么 他心中充满疑惑 就在此时一道光芒从机器中射出 将他包围 他感觉到自己仿佛被吸入了一个虚幻的空间 周围的世界瞬间崩解 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第十三章 意识的交错 齐天生在这个虚幻的空间中 看到了无数个自己的影像 每一个都在不同的时空中挣扎 突然 他感到一阵眩晕 整个人被推入了一个模糊的画面中 你是谁 他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 正用悲伤的眼神看着他 我是你曾经的自己 所有的痛苦与挣扎 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女人的声音如同终身 敲击着齐天生的心 第十四章 回归与重生 在这个幻境中 齐天生逐渐明白了自己的命运 他意识到 无论深处何的 唯有面对内心的恐惧 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 他开始努力寻找自己的力量 试图摆脱这份束缚 我不想再逃避了 他在心中大喊 感觉到周围的空间开始变得清晰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 已经回到了那个封闭的房间 齐天生的内心变得坚定 他决定不再依赖他人 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十五章 面对未知 齐天生再次回到现实世界 决定将真相揭露出来 他收集了所有的证据 并向有关部门报告了 物影科技的非法实验 我们必须停止这一切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坚定地说 随着他的努力 物影科技的阴谋最终被揭露 公司也随之解散 然而 齐天生却明白 这一切并不只是结束 而是新的开始 第十六章 新的人生 在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冒险后 齐天生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他不再是那个迷茫的毕业生 而是一个勇敢面对人生挑战的人 我会将这段经历化为力量 无论未来多么艰难 我都会勇敢前行 他对自己说 最终 他开设了一家关于心理健康的公司 专注于帮助那些曾经陷入迷茫与恐惧中的人 让他们找到自己的光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